过度紧缩的政策反而导致了很多中小企业倒闭 以及温州倒闭潮 我们的记者特别来到温州 温州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尾声了 也就是温家宝总理探访之后 探访了以后他们发现温州 所以会出现一连串的吸金案跟倒闭潮 其实就跟我们刚刚所说的 中国银监会所主导过度紧缩的货币有关 问题出在猪肉 问题出在粮食 以紧缩货币搞到工厂倒闭 这是完全两件事 所以在中国当地有人说 这本来是一个肾脏病 结果开的药却是开心脏病的药 根本就开错了药方 那么从那一刻开始 当温家宝在十一长假的时候 正式访叹了温州潮 可以说整个浙江省 还有相关的非常多的各省 可能有打币潮的都开始动起来 试图用各种不同的政策工具 有的组成中小企业的一些贷款的机制 来想办法解决问题 因为当银行过度紧缩的时候 大家就跟地下钱庄借钱 而过度的利息就会使这些企业的 无法支撑而面临倒闭的问题 现在中国认识到这个问题 对中国经济的伤害 所以整体的中国货币政策 将会从最紧缩的时期 慢慢走回宽松的阶段 而在这个时刻 我们特别看到了温州 我们的记者来到温州 进行第一线的报道 温州企业老板烙跑事件 一个多月后总算控制住 作用500名员工 六条生产线的眼镜大厂 因为老板胡福林 欠下了20亿元债款逃到国外 工厂倒闭 员工走人 让传闻已久的温州倒闭潮 浮上台面 国务院一声令下 当地政府出手缓解 企业资金短缺问题 信态的劳动返国 获得债权银行 新增贷款5000万 在我们前往温州 进行调查采访时 发现信态眼镜已经复工 重新招兵买马 据说现在的订单 已经排到了明年4月 在稳住企业军心后 逃跑的企业老板 已经陆续回国 一个奇妙的巧合 温州最热闹的商圈 也叫做时代广场 虽然少了纽约时代广场 缤纷的广告霓虹 但这里同属台富与艺术 牵手的疯狂地带 矗立在街头的踢发 也包含推销信贷广告 温州啊温州 真是个成也民间信贷 败也民间信贷的城市 所以温州的民间资金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有人去做某某一个事情 需要更多的资金 大家急切地去做一件事情 这一点只有温州能做得到 所以前温州炒房啊 炒什么 钱哪里来的 就是民间信贷集中起来的 温州人在香港欧洲 一栋一栋的买楼 而在深圳义乌 甚至远赴温哥华 更是大手笔的买下一条 又一条的街 但这次提到了铁板 今年好像每个月 银行什么那个准备金啊 每个月来一次 一直下来 一直往这碎碎碎 الن 二十多年的张天胜 看待近来温州当地的倒闭风波 直言这是迟早会发生的问题 前年你不是很狂松吗 使命就给你了 给你拿过来说去做吧 投什么高新技术 完全性态 就往一个高新技术东西吧 要去往上市 到了现在资金给你一抽 你跑哪去 等于给你送客送到一半给你断了 近年来中国金融经理机构 为了解决痛膨问题 速度调升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但过度收银根的做法 没有解决实物导致的通膨 反而伤害了中小企业 解决信心危机是当务之急 杭州一家上市地产公司周转不灵 政府也立即介入协调银行纾困 就怕企业再失去信心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 面对严重的通膨问题 大陆官员自己也戏撑 中国目前明明得的是心脏病 但金融管理部门 却把它当成了肾脏病来医 温州中小企业首当其冲 只有百般无奈 比赢 红榄 关巴